歡迎收看小明星期五咖啡 今天來做一個冰釀包 泡熱的 今天是11度 要喝冰釀嗎? 這種天氣要喝冰釀你要人命啊 先準備300cc的溫水 這是冷水 放進去 拿去瓦斯爐煮 稍微壓一下 裡面的粉太細了 一碰到水 膨脹的蠻快的 它已經膨起來了 裡面有很多空氣 滾了,你稍微壓一下 滾了,然後你就拿起來 然後等它冒泡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再放回去 大概滾了三到四次 它出來的濃度會非常濃 插起來 這還沒嘛 如果它很滾的話 它是會冒很多泡 這還沒有 就是它冒得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拿起來 壓它不會一直在冒泡就可以了 跟你想的不一樣 很好喝 會比較燙 然後你如果覺得它很燙 你也可以對冷水 因為它濃度會非常好 或者是加牛奶 但是我不會建議你這樣喝 因為我每次這樣加的比例都不太對 因為我每次這樣加的比例都不太對 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冰牛奶嘛 那這個熱咖啡嘛 濃度很濃的 然後這個冰牛奶 我會 先喝一個熱咖啡 然後配一口 這樣兩個都會變好喝 然後這個壺一定要用大一點喔 我把這個黑色 你水裝這樣子對不對 你壺一定要大一點 因為它泡泡會冒得很上來 大家有看到嗎 然後要小心 好嗎 OK 我們下個星期五見 掰掰 我們下個星期五見 就給你一口 就叫一口 對 我們下個星期五見 炭 在天然之前 為一個星期五見